一个政府的药员出现 被一群记者拍摘 身边的保镖正在极力保护 突然 一个大叔手持鼻水 嘴里喊着你的小可爱就冲了过来 吓得药员瑟瑟发动 这时 一个帅气小伙飞身侧踢 精准踢飞鼻水 接着一个壁咚直接把大叔按到地上 回头提醒药员 看见药员离开 长舒一口气 一时的失神 地上的大叔捡起鼻手 两人针尖对卖脑 一顿操作打扑 还将 突然听到叮咚 广播响起 灯光打开 原来这是仅为学校组织的一场闻 刚骂小可爱的同学 被老师一个冰冰拍在头上 够的帅小伙哈哈打笑 他叫韩派玄 学校里最精英的学生 周末同学们都去网巴玩游戏 他却要去做兼职 抬拳道 超市 烤肉店 只要时间允许 只为了钱 正要离开 被老师叫总 有人找 一个漂亮的欧儿小姐 居然让我去 是当网标 原来是安佩集团董事长 孙女的那位 他叫嘉宾 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 一年前国际天王学校 正在向他招出 他好像并不信 结果一年前 考上了一所普通高度 奶奶担心疑恋 又不好插手学校的事情 但是在学校经常被人欺负 甚至还带上 所以让我去给小姐当网标 直到毕业为 突然让我转去普通的学习 我正犹豫 况且我不能把我妈一个人 留在这里 只能拒绝 心想 富人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正当我躲到门口 告诉我说每个月有工资和生活费 试成之后还有三百万道场 惊得我下巴都要掉了 这让人很拒绝 晚上回到家 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一群混混在逼着女生 逼问父亲的下午 还欲动手 气得我上去就一拳 把他们赶走 这就是我家里的处理 几周后 我跟着小姐姐来到我的新住处 豪华地让我不肯相信 然后拿着合同带我去去想 要让我记录小姐每天住的事情 有人欺负小姐 告诉是谁 做了什么 还有不能被小姐知道什么 知道了合同就日记终终 因为小姐讨厌别人光学她的私生 还说让我把这是烂肚子 如果说出去就要 头部双倍违约金 弄得我感觉上到 先前也没说有这样 不管 不说出去就行了 只能硬着头皮签了字 来到学校 圣上学校 还入选无暴力学校 很好 那就开始挣钱吧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我也好奇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呀 不敢相信 这就是在学校被人欺负的金嘉宾 直接把饭菜倒在女同学的头上 然后把同学摔在地上 同学都在担心 是不是会受伤 她却面无表情地解开手链 直接扔向同学 然后冷冷地说道 认识这个什么牌子吗 抵你的治疗费绰绰有余 同学正准备咒骂 看到手里的手链 居然是赫尔莫斯的 眼睛都动圆了 金嘉宾扭头就走 还说剩下的钱 可以顺便整下那张倒胃口的脸 气得同学话都说不出来 面对其他同学质疑有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她直接回怼 那你们怎么不生在有钱人家 有本事明着来 别在背后逼逼 然后独自一个人坐下吃饭 对于其他议论纷纷的同学 直接比出一个国际手势 气得同学们火冒三丈 却又无可奈何 没错 这就是我的保护对象 金嘉宾 我刚来学校就发现 这里的学习氛围不是很好 当着班主任的面都吵吵闹闹 老师安排我坐在 小黄毛金郡号的旁边 我正搜索着我的保护目标 看到角落里的金嘉宾 短发 看起来气色很差 是受了不少欺负吗 正当我想得入神时 突然脑袋被敲一下 说就说 他居然直接上手摸了起来 一旁的男女同学 也围过来要亲自试试 吓得我赶紧捂住自己的胸口 直到我发飙才勉强结束 来到饭堂我还心有预计 这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吗 正想给秘书发信息汇报 可上午都没什么发生 这样是不是太做作了 这时胖子和小黄毛坐了下来 直接把我碗里的火腿给家去吃了 这人怎么总是这么随便 胖子看出我不爽 还张嘴叫我拿回去 要不是因为工作 我真想KO了他 这时看到金嘉宾出现 发现他被同学 故意用脚半倒摔在地上 可身边的同学 却都当没看见一样 有的还在嘲笑 我正担心着 胖子却说不用在意 这只不过是 他们每天例行的活动而已 一旁黄毛嘴里 还说着风凉话 原来是这样的欺负 正当我想着 要怎么办才好时 只见他自己起身 站在那个同学面前 一句话也不说 谁知那个同学嘴里 还说着一些讥讽的话语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看着这样的金嘉宾 我心想 这样的他 真的需要我来保护吗 你见过行走的三百万吗 没错 他就是我的保护目标 金嘉宾 学校里的另类何能女孩 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挣扎 我决定先和他接近上再说 他可是三百万了 我可以的 据说评论区打出狗头加抱拳 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表情 新表情就在表情的最下方 来到学校 我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 和他说话 说昨天他们真的有点过分了 话未说完就被他打断 问我很无聊吗 我尴尬的牢头憨笑着说 当来学校没什么朋友 确实无聊死 可他接下来的话 让我呆若木鸡 这丫头居然直接说让我去死 无聊的话就去死 别臭轰轰的黏着他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看着远去的金嘉宾 心里直骂他笨蛋 就是因为这样对人才会被别人欺负 可他是我的三百万了 我能怎么办 于是我又给他准备牛奶 他说我身上有味道 我就喷起了香水 没想到 他直接把牛奶砸向我 还礼貌地对我说了句个乌恩 中午吃饭 又有人想绊倒他 然后笑着和嘉宾打招 结果他居然直接踩在我的身上 红穴高空扔花盆 我连忙护住他 花盆砸在我的头上 还好他没受伤 可只刚一刹那 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惊讶 还有一瞬间的担心 随后就回归平静 看到我头上流血了 我故意大声惨叫 想换来同情 结果不出所料 他直接走了 还送给了我一个漂亮的首饰 这一天累得我都快要趴下了 我的头突然被敲一下 又是胖子 还叫我金嘉宾的跟班 问我为了金嘉宾是不是疯了 还戳着我的头警告我注意自己的行为 心里的怒火正愁没地方发行 我直接抱住胖子的头 对着他的鼻子就来了个撕咬 把他按墙上警告 以后再动我的头和香肠就把他揉碎 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哥 呸 把胖子吓愣在原地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美术课上 老师让我们画对面同学的脸 可嘉宾对面却没人 老师提醒也没人愿意去 于是我自告奋勇地报告老师我要去 这次的我 可以成功吗 眼前的这个漂亮女人有多嚣张 仗着自己是MK集团的大小姐 完全不把同学当人看 我只因想和他接近 就被他怀疑是为了钱而接近他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不知廉耻 还说我是充满恶臭的水质 给我画了一幅肖像 让我滚开 骂得我哑口无言 因为我确实是为了钱而来的 我是他家请的秘密保镖 他可是我的三百万 秘密保护他到毕业 可他的话确实太伤人自尊了 我还要给他当保镖吗 就在我思虑时 妈妈给我来电话了 他把家里的店面卖掉了应急 还一个劲地夸我 能在MK当保镖他很自豪 然后又自责地说 没让我生在好人家 这么小就要开始工作 说着又要掉眼泪了 我连忙挂了电话 我心想 卧错卑鄙又怎么样 不就两年吗 只要能从有钱人身上捞着钱就行 可现在他怀疑我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路过操场看到胖子 被一个黄毛学长欺负 这是什么不良学长 正要上体育课同学 都穿着运动服在操场集合 我看到胖子的样子被欺负得有点坦 上前询问 结果胖子还嘴硬吹起了牛 我正在寻找嘉宾 就看到他穿着校服出现 老师问怎么不换运动服 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要去医务室休息 下面的同学都窃窃私语起来 他直接说自己生理期 老师也没办法再说 有的同学在和老师说他撒谎 我也在想是真的吗 结果听到有的同学说 他的运动服被人简烂扔进了垃圾桶 我发信息给了秘书汇报 回教室的路上 我还想问其他女同学问谁做的 结果受到一顿白眼 回到教室发现 我去 什么情况 全班人的校服都被剪烂在桌上 不用想 自然是金嘉宾做的 可校长也拿他没办法 他说他的运动服是欧洲艺术家特制的 价值12万 他才不会穿那种不稀罕的廉价衣服 看不惯的话可以向MK申请补偿费 然后直接走人了 同学们只能穿着运动服在搞教室的卫生 不过这运动服确实不稀罕 金嘉宾却在旁边站着看手机 还指挥起一旁的同学来 看到这样的金嘉宾 我觉得还是放弃这份工作吧 突然一人大喊一声 金嘉宾 接着一把凳子向金嘉宾飞去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面对刚羞辱过自己的全班公敌 居然为了他打架 还当众说喜欢他 让所有人都听傻了 就在刚刚 一把凳子飞速地砸向金嘉宾 只听哐当的一声 凳子擦身而过砸在窗户上 玻璃被砸破散落一地 金嘉宾也摔倒在地 来源是那个校霸黄毛学长 原来他喜欢渡河 得知渡河被金嘉宾用饭菜浇脸 于是疯了事地过来算账 嘉宾发现自己脸上居然被玻璃划伤了 看到手上的血 慢慢握紧了拳头 就在黄毛还想继续攻击时 我连忙挡在嘉宾前面让他冷静点 说有什么事口头解决就好 嘉宾看到我挺身而出 觉得不可思议 黄毛学长让我死开 一旁的同学也说我多管闲事 而且嘉宾都那样羞辱过我了 是不是脑子有病 正到我愣神之际 被黄毛一脚踹在肚子上 疼得我跪在地上 金嘉宾还是冷冷地看着我 然后起身 对着黄毛发出轻蔑的笑 黄毛更是愤怒 要好好教训嘉宾 就在这时 我再次起身按住学长 让他用口头解决 所有人都愣住了 胖子怕我再挨揍 连忙过来打圆场 说我有点不正常 却被黄毛一手推开 问我不口头解决想怎么样 说着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砸向我 我直接侧身躲过 然后使出我的大力金刚腿 直击黄毛面 黄毛被我踢飞树米 跪在地上起步来 只能骂我是个大帅哥 这一脚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黄毛捂着流血的鼻子质问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有病 一旁的同学也纷纷议论起来 面对同学们的议论 我脱口而出三个字我喜欢 直接把黄毛听愣了 我便对他更大声吼道 我说 我喜欢他 你这混蛋 这话一出 身边的同学瞬间炸开了锅 嘉宾先是一愣 然后羞得满脸通红 眼前的这个黄毛有多惨 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又打不过人家 只能说了句 我黄太郎还会回来的 其实我更惨 我居然当众说喜欢金嘉宾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在回家的路上 我疯了事地安慰自己 想着要不要也假装喜欢他 金嘉宾回到家中 因为从小缺乏父母的陪伴 奶奶又只顾事业 导致现在非常叛逆 奶奶的话也不好使 回到房中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金嘉宾脑海突然冒出 韩太雄今天说话的场景 然后若有所思 隔天来到学校 这事已经传开了 面对同学的调笑 我感觉快要疯了 这时胖子和小黄毛 突然出现调侃我 胖子还大声地 还原我昨天的场景 气得我赶紧堵住他的嘴 胖子说那个学长要报复我 让我小心点 突然小黄毛喊道 看那个人是 夺走了韩太雄心的人 拥有无尽财富的金嘉宾女王 胖子还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只见嘉宾一个回嫖 我直接撒腿就跑 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角落 不回头还不打紧 这一回头 金嘉宾居然来追我了 吓得我撒鸭子狂奔 他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追我 这次迎面碰上了笑霸黄毛 看样子要揍我 我直接一记又勾拳 把他干到继续狂奔 中午快要下课 我偷偷瞟了一眼金嘉宾 早上没让他追上我 我准备下课就开溜 老师一说下课 金嘉宾直接站起身来回头看着我 我只能拔腿就跑 结果他还是穷追不舍 心想这疯子怎么一直跟着我 难道他要为我昨天的事道谢 我停住脚步 回头看去 看到他的样子我知道绝对不是 我只能继续跑 结果黄毛学霸又出现想揍我 我叫你让开 我直接把他干飞 我继续跑 他继续追 黄毛又来 又继续飞 直到我跑进南厕所 心想这里你总不能也敢追进来吧 结果他居然真的进来了 然后慢慢走近我 嘴里还说着我的小可爱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被吓得直接大喊 你不要过来啊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有多彪悍 居然在南厕所里把我堵住 然后一脸无辜地问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他见我支支吾吾 下一秒直接掏出美工刀 对准我的脖子威胁道 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在我干掉你之前 我被吓得都结巴了 让他先把刀收起来 结果他把刀一紧 吓得我话都不敢说 看到这样的我 他居然笑着说 你以为你那么说我就会喜欢你吗 然后对着我的腿就来了一脚 疼得我直跳 警告我以后别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 再这样真的会干掉我 说完潇洒地离去 留下我一个人在厕所里凌乱 我到底要怎么办啊 我现在算是被他彻底盯上了吗 我这保镖还怎么干下去啊 算了 不干了 本来偷偷当保镖 这事就不靠谱 我竟然还妄想着赚大钱 这样的主我怎么整啊 我正懊恼着 完全没有注意后面 手持木棍的黄毛笑靶 去死吧 你这大帅逼 带我反应过来 我已经被同学送到医务室了 医务老师正巧不在 我说没事 可同学们都担心 还说金嘉宾有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你这样吗 还问我是不是被金嘉宾拒绝了 我说没有什么拒绝不拒绝的 不知道怎么说现在他跟我的关系 再说了 他是MK集团的大小姐 能看得上我吗 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胖子问我不会是真的喜欢上金嘉宾了吧 其他同学劝我说金嘉宾除了家境好点还有什么呀 说他真的不正常 当初还说我是水智 都这样说我了 我居然还喜欢他 也太没自尊了 听得我心烦意乱 怒喊道他不是很漂亮吗 我就对他一见钟情怎么了 直接把同学都气走了 胖子却说让我加油 说毕竟爱上一个人又不是罪 我直接让他出去 胖子在门口说再问我一个问题 难道金嘉宾是你的初恋 气得我直接把桌上的药瓶砸过去 这下可算清静了 我扑通躺在床上 不管了 烦死了 突然 我听到后面床铺里传来手机的声音 我以为是医务老师 可里面突然钻出一个人 手里拿着抱枕捂着脸就跑了出来 嘴里还喊着让开让开 却不小心绊到了地上的电线 眼见就要摔倒在地 我连忙飞身营救 眼前的这个大小姐有多嚣张 居然当着全班的面问我 我就那么好看吗 看了还会忍不住想看的那种吗 羞得我不知所措 还调皮问我哪里最好看 那是完全不理人受不受得了啊 更不理会同学的议论 刚刚就在医务室 千军一发之际 我本能地接住被绊倒的女人 结果一看 居然是金嘉宾 她现在在我上面 四目相对 她居然脸红了 我试探地问道 所以你从刚开始就在这里了 金嘉宾先是一愣 然后抄起抱枕 就对着我的头疯狂输出 看什么看 我只是在这里睡觉好吗 我被打得直叫唤 头 我的头 别打了 金嘉宾连忙焦急查看我的头 问我伤得很重吗 是这里吗 这突然的关心把我给愣住了 看向他 结果他啪的一下打在我头上 说我伤得也不重吗 真矫情 笨蛋 然后开门就走了 原来金嘉宾早就在医务室了 正开心着呢 被同学拉进群里一顿讽刺 他也不惯着 直接回怼 然后潇洒退出群聊 就在这时韩太雄和同学们来了 他从头听到尾 看着韩太雄因为自己受伤 有点意外 后面听到再次表白更是惊讶 偷偷地掀开帘子看了下韩太雄 又不知如何是好 偏偏这时又被同学拉进群聊 手机一阵滴滴 吓得赶紧静音 结果还是被听到了 被吓得不知所措 所以就抱着枕头捂着脸跑了出来 想到自己刚刚说的话被他全部听到了 尴尬得我在地上只打滚 这下可怎么办了 回到教室 同学们都在议论 小黄毛给我捂住耳朵 胖子在说你们懂什么是爱情吗 脸体有多尴尬 我就抬头望了金嘉宾一眼 结果正好被他看见 回头就问看什么看 小心我揍你 吓得我连忙否认 然后他就问我 我真的那么好看吗 这事的发展好像不对劲啊 我可是他的秘密保镖啊 我得赶紧辞职了 如果被MP那边误会的话 我就完了呀 难道你不想和我约会吗 我老脸一红 约 约会吗 结果下一秒就要报警 说我是一个跟踪狂 这就是金嘉宾 总让人捉摸不透 我感觉自己被拿捏了 就在刚刚 我觉得事态发展方向不对 想要给秘书小姐姐说我要辞职 秘书小姐姐打来电话 我正想说辞职的事 结果被告知金嘉宾说不回家 要我去跟着他 我正想拒绝 他却说 你是小姐的保镖 赶紧去跟着他 别出什么事了 我说我不想当什么保镖了 可我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挂了 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MK集团的人都这样的吗 再说现在是放学时间 好歹给点加班费吧 叮铃 秘书小姐姐直接给我 转了1800的加班费 我能咋办 谁让我穷呢 报告 发现目标 开始跟踪 我悄悄地跟在金嘉宾后面 结果他突然回头 我连忙躲在人群后 他再次回头 吓得我赶紧躲到柱子后面 搞得我心扑通扑通直乱跳 偏偏这时来了两个人 搞问卷调查了 我连忙让他们晋升 把他们推走 回头发现金嘉宾在自动售卖机 买了一袋东西 然后就去了卫生间 我只能在外面守住带土 过了许久 这时间会不会有点长啊 是便秘了吗 这么久还没出来 突然有人戳我 我以为又是问卷调查什么的 我头也不回地说 不方便 只听到那人深吸一口气 接着就听到一声大喊 我被吓得直叫妈妈呀 看那人的穿着好像不认识啊 问到你是 那人一抬头 居然是金嘉宾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原来他早就出来了 还故意在我旁边晃来晃去 我都没认出来 说我个子太高了 早就发现我跟着他 接着直接把包扔给我 说比起像个变态一样跟踪我 不如给我拎包吧 否则就直接报警说我是跟踪狂 我正想解释 他问 难道你不想和我约会吗 我脸一红 约会吗 我愣神之计 他又用报警威胁我 我只能乖乖照做 这样也好 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连忙给秘书小姐姐发了个信息 就这一会儿就听到 丁玲玲 您好 是警察局吗 我被吓得连忙大喊 来了来了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恐怖 说如果我的安排让她感到无聊 就要嘎掉我的腰子 吓得我瑟瑟发抖 不是约会吗 怎么还要我的腰子 刚陪着金嘉宾逛街 算是见识到有钱人是怎么消费的了 更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就只是个拎包的 接着来到咖啡厅 我看着一地的商品 心想这得花多少钱了 看我一脸复杂的表情 金嘉宾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在硬拉着你逛街呢 我尴尬的说没有 只是逛逛街就好几个小时了 约会的话 不是应该逛逛有意思的地方或者聊天什么的 金嘉宾怒斥我白日做梦 难不成我还得跟你嘻嘻哈哈吗 带你逛街还那么多要求 觉得没意思就走啊 但是以后就别想再跟他搭话了 我连忙裴笑说原来购物这么有趣的嘛 我转移话提问他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吗 不怕家里人担心吗 金嘉宾却说 让他着急上火去吧 反正正如我所愿 正当我想问他什么意思的时候 却被呵斥到 别废话了 吃完了就走吧 我连忙站起来问 去哪里啊 不会还要买吧 嘉宾一发暴击打在我头上 说不买了 你要是觉得无聊 接下来就你来安排 不过要是无聊的话就死定了 我安排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要带他去哪里玩了 看着他的表情 要是不满意 我的腰子可能真的会不饱 看电影去吗 想半天就是看电影了 你想死吗 我连忙说不是 你先去旁边等会儿 那游戏厅 嘉宾黑着脸说 怎么 你要跟我玩大家一起来找茶吗 正当我发愁去哪里好了 看到远处的灯塔 南山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 嘉宾突然吼道 什么 南山 我被吓一跳 别忙说我就看一眼而已 你等一下 谁知嘉宾看着南山 若有所思地说 走吧 就去南山 真的要去吗 你不是说小时候来过吗 嘉宾说那时候太小 记不清了 趁这次再看看 来到缆车的地方 发现好多人 于是我提议 要不我们爬上去吧 嘉宾有被吓到 我回头看着嘉宾自信地说 放心 就这点路很快就到了 跟着我就好 你真的喜欢我吗 喜欢我哪里 说说看吧 是不是也是因为 我是MK董事长的孙女 面对嘉宾突然的提问 我回答道 不管你是MK董事长孙女也好 还是女儿也好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 你以为我不看人的吗 嘉宾扑得笑道 难道真的因为脸吗 你是不是疯了呀 我只能说不知道 难道你不看脸吗 嘲笑谁呢 快把脚给我 就在刚刚 我提议和嘉宾爬上南山 把嘉宾累得气喘吁吁 看他累成这样 我忙问路人还要多久可以了 老奶奶说还要十分钟 爬了十分钟后 又问老大爷 也说还要十分钟 回头看嘉宾已经累发火了 我是不是说坐缆车 你想死吗 我连忙说要不我们下山吧 嘉宾却说都到这了 下什么山 继续爬 不过要是无聊我就死定了 来到一处拍照景点 我正想叫嘉宾看漂亮的风景 却被怒斥还不赶紧过来 吓得我连忙跟上 看着好像真的快要到山顶了 我给嘉宾加油打气 突然发现 嘉宾的脚都受伤出血了 我连忙跪地查看 责怪他怎么脚都流血了也不说 还一直走 我蹲下要背他 看他还犹豫不决 我直接喊道 快上来 然后我就背着嘉宾一路快速地上山 周围人的目光 让嘉宾感到尴尬 说快放我下来 我又不是得了绝症 我让他老实待着别乱动 我加速上山 一边问行人上面有没有药店 便利店什么的 金嘉宾看着满头大汗的韩太雄 心里突然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这时正想着 要是被NK集团知道嘉宾因为我受伤 我就BBQ了 来到山顶 我买了消毒液和窗壳贴 看着嘉宾的脚 这伤得比我想象中的还严重啊 嘉宾却和没事人一样 还要自己贴窗壳贴 我哪里看 我抬起他的脚 用嘴轻轻地吹干消毒液 叮嘱他受伤了就要说出来 别再这样吓人了知道吗 金嘉宾看着眼前的韩太雄 不禁问为什么喜欢他 然后说自己眼光可是很高的 就算你这样 我也不会喜欢你 以后可别哭哭唧唧求我了 我无奈地说 我什么时候求着跟你交往了 倒是你 别对我抱有幻想 来 另一只脚 看着嘉宾的脚 那个 嘉宾 我也可以问你个事吗 你见过这么豪横的女孩吗 就因为我说趁年轻 要好好孝顺奶奶 就被一脚踹在脸上 让我闭嘴 说我什么也不懂 说你去跟他生活 在一个屋檐下试试 就知道每天生活在地狱 是什么滋味了 我刚刚问嘉宾 为什么叫他的奶奶董事长 而不叫奶奶 嘉宾却说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只是觉得比较奇怪 嘉宾思索片刻后 告诉我那个人 根本没把他当家人 他只是他去世爸爸的替代品 能令他光宗耀祖的工具而已 听得我一头雾水 还想着帮他奶奶说话 结果迎接我的 就是一双大号人字图 正当我还想问为什么 是和奶奶有什么矛盾吗 嘉宾就直接给了我一个中指 我突然想起 在咖啡厅嘉宾说的话 难道他的叛逆 是因为和他奶奶看着嘉宾的样子 我也跟着坐在他身旁 问他既然和奶奶相处不下去 怎么不离家出走 要是我 我早就拽门出去了 嘉宾却说没啥用 因为自己除了会学习之外 啥也没做过 我也安慰到他 说我从小就忙着打工 平时都不知道该玩什么 就算出去玩也只是和朋友去去网吧 打工 你家很穷吗 我连忙解释 不是 是为了积累社会经验 然后转移话题 问嘉宾这里的夜景是不是很漂亮 嘉宾看了看景色 可这时 脚上传来一阵酸爽 看着脚趾贴的窗壳贴 再看到韩太雄背上的汉子 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起来 一双小脚不自主地晃动起来 下山到了售票处 嘉宾让我先回家 我怕他不回家哪也不肯去 嘉宾怒说 我用这双脚能去哪呀 好烦啊你 赶紧走 我调笑地说 那你动动你的脚趾我看看 这时不远来了一辆汽车 我如是重负 终于可以交差了 嘉宾却瞬间失落起来 我突然一个例证 把身边的嘉宾吓一跳 秘书小姐姐从车上下来 嘉宾说 让我想想下一次去哪玩 钱不用担心 只要好好安排就行 不过要是还像今天这么烂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见我了 说完就要上车 我连忙上前 秘书小姐姐还特意问我是谁 我只能尴尬地说初次见面 您好 嘉宾突然对秘书小姐姐说 他说他喜欢我 我被吓得待在原地 秘书小姐姐盯着我看 我瞬间感觉 这下完了呀 原来金嘉宾也会喜欢别人了 这让我完全没想到啊 因为嘉宾告诉秘书小姐姐 我喜欢他 所以秘书就来找我谈话了 说要以保镖对客户怀有私心为由 让我退出保镖行业 吓得我连忙解释 我说嘉宾他 也没漂亮到让人一见钟情的程度吧 结果秘书姐姐直接再给我 安一条侮辱顾客的罪名 我忙说不是这样的 本来是因为不想被误会 想辞职来着 谁知秘书小姐姐扑痴地笑出了声 说的我可真好玩 原来送嘉宾回家的路上 他就了解了大致情况 故意取笑我呢 说让我放心 不会有误会的 正好可以以这个借口 好好地保护嘉宾 但是如果出现差错 后果会怎么样大家都清楚 这个我自然知道 这时秘书小姐姐说 给你打个预防针 小姐一直有喜欢的人 听得我甚是惊讶 原来嘉宾喜欢的是 GT董事长的三儿子 据说颜值和人品 更适合评论区的大哥们不相上下 嘉宾从小就喜欢他 和他待在一起就会满脸通虎 固知所措 小姐姐问我和嘉宾接触下来 感觉怎么样 我直接吐槽说了一堆 看到秘书小姐姐黑着脸 我才意识到说过了 秘书告诉我 其实嘉宾以前也是个 安静的三好学生 现在只是叛逆期 让我好好保护他就好了 想起嘉宾在山上说的话 我本想说嘉宾和董事长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问题 但我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吧 这不关我的事 我只要保护好他就好了 接着送秘书小姐姐出去 明天是周末 小姐姐本打算去冲浪 然后吃好吃的 结果收到一条信息 然后突然跑到楼梯间 重重地关上门 接着发出一阵尖叫 出来后又恢复常态 把我都看乱了 原来是董事长找他 说明天是嘉宾父亲的忌日 所以要忙 我问他嘉宾的妈妈会出现吗 秘书告诉我 自从嘉宾的爸爸去世后 他妈妈就把嘉宾托付给他奶奶 然后就消失了 想着在南山上 嘉宾说小时候是他妈妈带他去玩的 想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他是傻瓜吗 都被妈妈抛弃了 为什么还要去想念呢 我看着床头的照片 慢慢地就睡着了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可怕 一言不合就要把小孩扔出去喂狼 但是她是坐拥万亿财富的 MK集团董事长 只要你听话就能让你一世无忧 你愿意做他的孙子孙女吗 今天是嘉宾父亲的忌日 外面下起了暴雨 老太太看着儿子的相片 不禁流下悲伤的泪水 地旁的嘉宾 看着窗外的暴雨若有所思 心里想着自己的妈妈 记得很小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 妈妈离开了 嘉宾伤心地哭泣 被奶奶立声喝止 然后拉着嘉宾到外面 要把嘉宾送走 吓得嘉宾哭着 求奶奶不要丢下他 说以后会听奶奶的话 被奶奶阴森地看着 呵斥道 不许哭 只要看到你的哭脸 就会想起你的妈妈那张悲剑的脸 吓得嘉宾不敢再哭泣了 奶奶告诉嘉宾 以后是要代替爸爸接管公司的 所以要做到比任何人都要优秀知道吗 看着奶奶恐怖的表情 嘉宾只能乖乖地点头 这就是嘉宾的童年 回到现实 奶奶告诫嘉宾 如果期中考试在考杂 就把所有的卡都冻结掉 嘉宾看着奶奶 也是无可奈何 小声说了句幼稚 被奶奶问说什么 嘉宾只能说自己知道 这边 机场下来一个一米八六 长相帅气的帅哥 好像并没有评论区的帅哥们帅啊 你们说是吧 周一上学 我早早地来到校门口 等到了嘉宾 嘉宾问我不会是专门等他吧 我也不辩解 说学校里奇怪的人太多了 我得好好保护 不能让人欺负你 嘉宾说你是有多无聊 不过也没反对 路上嘉宾问我 什么时候再出去玩 我说就要期中考试 要不考完是再去吧 嘉宾居然同意了 看着这样的嘉宾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突然提醒嘉宾脚边有石头 把嘉宾吓一跳 让我离他远点 同学们看到我们这样细小 又纷纷议论起来 那个可以让下路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同学都吓一跳 眼前突然出现一位 从未见过的美女同学 她是谁啊 眼前的这个女孩有多卑微 偷偷看着自己的男神 在和同学PK 这一张帅气的脸庞 加上这八块腹肌 让他无法自拔 可因为各种原因 明天就要转学了 想到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终于鼓起勇气主动说话 那个 太雄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谁知韩太雄头也没回的说 所以呢 十足的钢铁直男 可情人眼里出西施 咋看咋好 接着鼓足勇气说 其实自己从一年纪就喜欢 谁知韩太雄接了个电话 帮别人替班 马不停蹄的就走了 自己在后面大喊 说我喜欢你 可韩太雄接着电话头 也不回地赶着去赚钱了 留下女孩独自悲伤 如今时过境迁 可缘分又让他遇到了自己的男神 当初的太雄更帅了 自己也是女大师八辩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金渡河 被金嘉宾用饭菜浇脸的女孩 受伤后做了整容手术 同学们都认不出来了 看着自己的男神出现在这里 渡河满脑子的问号 看着韩太雄的脸 虽然没有评论的小哥哥们帅 可他好喜欢 不过看到韩太雄怒不转睛地 看着金嘉宾 瞬间抓狂 心想为什么会喜欢他呀 对我就从没有露出过那种微笑 可心想自己已经不是当初的渡河了 心里发誓 这次一定会让韩太雄喜欢上自己 韩太雄撑着下巴从后面 看着安静认真学习的金嘉宾 心想 哎哟 真好看 这就是父母常说的 睡着的孩子最可爱的感觉吗 中午吃饭 看着金嘉宾这么努力地学习 我心想 难道是懂事了 可不管怎么样 要保持下去要拜托 看着嘉宾总是用那套金勺金块 忍不住说道 你这样会被他们骂的 谁知嘉宾就是为了被他们骂才带的 说自己不喜欢用和别人一样的东西 弄得我一阵无语 你就那么喜欢挨骂吗 嘉宾黑着脸看着我说 你很打扰我学习哦 我吓得赶忙拍桌子 指着嘉宾说 瞅瞅你 怎么能被这种小事分心呢 放松眉头 集中注意力学习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嚣张 看着别的女生送韩太雄巧克力 气得她直接抢过人黑出去 看着女孩装模作样地哭泣 直接霸气地说 别再拿眼泪作秀了好吗 这就是金嘉宾 中午我正和嘉宾一起吃饭 突然出现一个女孩 问我是韩太雄吗 什么时候转来学校的 我被问得有点懵 她随后介绍说自己叫金杜河 是我以前的同学 我一脸茫然 嘉宾听到也是一阵疑问 心想 是那个被我用饭菜浇脸的金杜河 金杜河说你是不是没认出来啊 说自己瘦下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嘉宾听得一阵尴尬与不屑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同学又如此热情 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 只能尴尬地说 抱歉 其实我不太记得你 杜河也略微地尴尬 然后笑着说 怎么可能啊 我可是你钱桌 怎么会不记得呢 面对俩人的滔滔不绝 嘉宾被吵得不行 愤然起身离开 我连忙跟上 礼貌性地回头说了句拜拜 杜河看着远去的两人 心里一阵失落 他不记得我了吗 可一想 他还是原来那个钢铁大直男 忍不住开心的大叫好喜欢 周围的同学都看傻了 来到图书馆 怎么自己完全没印象 谁知那个女生也跟了过来 说也是来学习的 然后坐到了我身边 说是找到自己以前的照片 给我看了就会想起来了 嘉宾连忙戴上耳机 表示不想听 我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一阵饭难 这到底是要我看什么呀 他问我有没有想起来 我只能不好意思地 说自己还是没记起来 等我回去翻下毕业照看看吧 那个 冬华 谁知他趴得站起身来 说找什么毕业照 说他中途就转学走了 而且他教度和 精度和 身边的同学都觉得 有点吵 嘉宾更是黑着脸 手里的笔都快要拽断了 杜河哭着说 你真的让我好失望 然后就跑了出去 把我搞得不知所措 杜河原本以为 韩太雄会出来追自己 结果没有 正失落呢 门突然开了 以为是韩太雄 连忙继续哭泣 谁知进入眼帘的是 胖子和小黄毛 问自己在干嘛 不是在哭吧 气得杜河直接一招左右互搏 回头看到韩太雄 黏着金嘉宾 更是气愤不已 我追着嘉宾来到外面 心里正为自己 记不得杜河而感到抱歉 杜河突然窜出 把我和嘉宾都吓一条 说这也不怪我 毕竟都过去两年了 说着拿出一个巧克力 问我还记得这个吗 说以前每天早上 都会给我一块 我实在没啥印象 但只能迎合着说记得 是就是那个牌子呢 杜河看出我根本不记得 又伤心地哭起来 我只能安慰说 我记忆力不好 我完全没留意嘉宾被撞 手里的笔记本 也掉落在地 这时杜河把巧克力递给我 让我尝一口 也许吃了就会想起来了 我蒸饭难不知道怎么办事 嘉宾突然伸出手 拿着巧克力 刷的一下直接扔了出去 把我和杜河都惊呆了 这个妹子光天化日之下 就要脱我的衣服 我被吓得不行 她叫金杜河 就在刚刚 嘉宾被我和杜河吵得不行 怒斥杜河作秀 问杜河是不是卖了手镯 去换了张皮回来 还顺带换了的人格 还是有双重人格 咬牙切齿地说 你现在装模作样的样子 让人看着想我 如果你想和他搞暧昧 就去我看不到的地方 别在我眼前烦我 把我都听傻了 这是哪跟哪呀 杜河被骂得不行 可想到自己的男神在旁边 就又哭了起来 说你怎么这样啊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嘉宾看傻眼了 说了句 真掉价 就要离开 我忙想跟上 被嘉宾喝止 让我别跟着他 说我只会妨碍到他学习 我看着眼前哭泣的杜河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问 金杜河 你没事吧 谁知杜河刷的一下说 巧克力 我的巧克力被丢哪里去了 我说 要不算了吧 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谁知杜河说对他来说 那很重要 因为我记不起他 说不定那东西 可以让我想起他来 然后直接跑着去寻找了 来到凉亭 杜河哭着问 为什么他那么对我 我只能安慰到 嘉宾本来就嘴巴毒 你不要太介意 我也抱歉地说 对不起 不记得你了 因为那时候 我过得真的很忙 杜河瞬间想起 那时候的 我每天忙着做兼职 说自己怎么没想到 是自己太想当然了 真是个大笨蛋 然后问我 不是去警卫学校了吗 难道退学了 我一阵诧异 他怎么知道的 我忙说 啊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 我不太合适那里 杜河还笑着说 挺想看我成为保镖的样子 应该会很酷 我只能尴尬地对对对 保镖是很酷 心想 完了呀 他怎么知道 我上警卫学校的事 要是嘉宾听到会起义心吧 我只能试探地问金杜河 能不能替我保密啊 要是被同学知道了 问这问那挺麻烦的 谁知杜河满口答应了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心里长舒一口气 呼 幸好 看着手里的巧克力 我沉思了一会 对杜河说 虽然说这种话很抱歉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其他经历 只想认真打工生活 杜河看着韩太雄的脸 心想 这什么意思 没经历 明明整天黏着嘉宾啊 我现在是被拒绝了吗 这么快 我看杜河没说什么了 就起身准备离开 对杜河说 以后见面就互相打打招呼吧 谢谢你的巧克力 杜河看着韩太雄的背影 什么吗 又想让我整天看着你的背影吗 心里不甘心 对着韩太雄喊道 警卫学校 突然听到警卫学校 我被吓一跳 回头问杜河什么事 谁知杜河笑着说没事 让我注意安全 搞得我一头雾水 正要离开 又听到杜河喊 警卫学校 韩太雄是警卫学校的 我吓得半死 忙回头问 喂你干什么 谁知杜河从后面抓住我的衣服 哭喊着说 不想再像以前一样 只跟我是打招呼的关系了 不想守护这个约定了 把我彻底整不会了 眼前的这个女孩有多可爱 我只是想告诉她 我喜欢的人是谁 她就紧张得不行 这还是那个金家宾吗 上午杜河抓着我的衣服不放 问我是不是和嘉宾谈恋爱 她也喜欢你吗 我连忙否认 我说她喜欢在评论区 打出狗头的帅哥 杜河说如果不是 就不能把花在嘉宾身上的时间 分给她一点吗 我无言以对 杜河哭着说我根本不了解她 如果不答应 就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我吓得忙说 那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吧 谁知杜河理解成 是不是先从朋友做起 弄得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杜河泪眼巴巴地看着我 然后放开我的衣服 说抱歉 是自己无理取闹了 自己本来不是这样的 总之 谢谢我 把我弄得有点无奈 我说快上课了 我们先进去吧 杜河看着身后的韩太兄 心中一阵窃喜 没想到他居然吃这套 这么单纯的吗 太可爱了 来到教室 好不容易送走杜河 我心里一阵郁闷 看着挺正常的呀 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呀 是被什么附身了 想着怎么会有 以前的同学在这上学 我一阵苦恼 心里总觉得自己 刚好像中了什么圈套 这时胖子和小黄毛 来到我身边 问我金杜河什么情况 不是喜欢我吧 说杜河在我面前装可爱 简直毛骨所难 我不耐烦地说 不知道 吵死了 小黄毛还问我 不会是因为被嘉宾拒绝了 就想不开选金杜河吧 简直是胡扯 胖子还告诉我 杜河其实就是个混混 话还没说完 杜河就在胖子耳边 说了句话 把胖子和小黄毛吓一跳 杜河回头黑着脸 对胖子和小黄毛小声地说 信不信我撕烂你们的嘴 还不快滚 看着胖子和小黄毛 灰着就跑了 杜河笑着说 他们可真逗 我看得有点懵 原来杜河回来 是问我要电话号码 晚上下课 我跟着嘉宾身后 看着手机里 杜河的肚心肤胀 我一阵无奈 嘉宾突然问我 你想跟他交往吗 我忙说没有 嘉宾说 加油吧 跟踪狂配偏执狂 简直是梦幻组合 我着急地反驳 说他只是我老家的朋友 谁知嘉宾说 不是就算了呗 那么激动干嘛 你是笨蛋吗 呛的我有苦说不出 问他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 是在不安吗 嘉宾对我吓一跳 回头问我是疯了吗 说什么屁话 我低头认真地对嘉宾说 你就别担心了 他是对我有好感 但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男人 别看我这样 我可是很专情的 我俯下身子看着嘉宾 我喜欢的人 其实是 嘉宾看着韩太雄一脸的认真 一阵惊慌失措 你不要乱说话哈 否则你就死定了 看着嘉宾紧张的神情 我说我喜欢的是钢铁侠 想哪去了 你是笨蛋吗 然后潇洒转身 嘉宾知道被耍了 怒不可遏 你给我过来 扔出书本打我 我侧身轻松躲过 哎嘿 没打到 回头对嘉宾说 路上注意安全 明天见 嘉宾从车里拿着铲子 还想追我 一旁的司机都看傻了 看着远去的韩太雄 嘉宾心里突然有点一样的感觉 MK集团总部 秘书正会报董事长 听保镖说小姐最近在认真学习 董事长却只是夸保镖表现不错 秘书小姐姐说GT董事长的三儿子回国了 需要转达给小姐吗 董事长思虑一会 说不用了 他没必要知道 晚上金杜和和之前的一群同学坐着聊天 同学问他不会真的喜欢韩太雄吧 杜和盯着手机 在等着韩太雄的回复懒得回答 一旁的男生说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报复金嘉宾才去勾引韩太雄呢 金杜和说 疯了吗 我又不是小学生 他本来就是我的好吗 看到韩太雄的回信 虽然很直 但是心里乐开了花 身旁的同学看着这样的杜和 议论道 那之前的黄毛学长算怎么回事 为了你找韩太雄打架 被学校停学处分 那算不算是被仇人抢走了女朋友啊 哈哈 杜和反驳道 瞎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我一直是单身啊 一个短发小太妹打断他们的调小 说我这有个有意思的事 要不要听 隔天上学 学校又议论纷纷 对着金嘉宾指着点点 嘉宾微微皱眉 抬头看到韩太雄才稍微舒展开来 原来同学们都在议论 说金嘉宾以前因为嫉妒自己的朋友 居然把教他们的有名的补课老师给辞退了 就是为了妨碍他们准备国际学校的考试 因为这件事 他朋友们都被刷了下来 听说都是群学霸 有同学问 他每次不都是第一名吗 傻子 第一能来我们这种垃圾学校吗 还真以为钱能解决一切啊 流言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同学当面辱骂嘉宾了 嘉宾并没有理会 看着又陷入风波的金嘉宾 我不禁又担忧起来 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同学议论纷纷 听得我都烦躁了 我安慰嘉宾 不要理他们说的 你也知道他们本来就喜欢议论别人 你又不缺什么 怎么会做那种事 大家就是爱传闲话 谁知嘉宾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说如果真的是我做的呢 我愣住了 嘉宾告诉我说 就是我让人把老师辞掉的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在我面前蹦跋着说要去国际学校 我怎么忍得了 我听震惊了 嘉宾看着我继续说 怎么 失望了吗 难道要我看一群下层阶级的眼色活着吗 你要是看不惯 也去站他们那边啊 反正我也没有讨好你的打算 说着转身离去 把我听愣在原地 金嘉宾来到厕所 总算安静点了 坐在马桶上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调整过来 继续看起书来 突然头顶传爱 这是你活该的 臭丫头 是的 没关系 我不在意他曾经做过什么 我只要能跟在金嘉宾身边就好 因为我是他的贴身保镖 刚嘉宾进去厕所 我在门口等着 内心还在挣扎 果然 嘉宾还是那个嘉宾 算了 我能对他期待什么 又不是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以后麻烦会不会更多呀 原本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现在烦死了 这时厕所里出来几个女同学 嘴里嘟囊着 好臭啊 不会沾上屎了吧 看到韩太雄在等金嘉宾 都是一脸的鄙 嘴里还说着各种难听的话语 真是狼狈为奸 这时杜河突然出现 黑着脸质问 你们在嚼什么蛇根呢 找屎是吧 给我过来 然后一阵输出 跑着去找太雄了 杜河突然出现 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只是一愣 然后杜河说他听说了嘉宾的事情 问我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这样吗 没办法理解 他怎么可以那样 想到那些人的遭遇 杜河又哭了起来 我呜言一对 然后杜河突然说道 嘉宾真的做出那种事了 只是觉得他们可怜 我也只能说 你说的也是 我正担忧地探向厕所 嘉宾进去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出来 杜河问 如果是真的我怎么办 即使是这样 你也无所谓吗 我愣了一会儿 心里慢慢坚定起来 对的 我不在乎 我只要能在他身边就行 把不合气的半死 心想 这个笨蛋 真就那么喜欢他吗 突然杜河闻到一股臭味 心想哪里来的 看着太雄盯着自己 连忙说 不是我 我回头 看到嘉宾出来的样子 吓坏了 嘉宾身上被人 泼了一身的米田布 眼神冷冷的 我连忙询问谁干的 杜河也被吓一跳 嘉宾却冷冷地说 让开 又不算什么 我愣了一下 连忙脱下外衣 给嘉宾披上 担忧地对嘉宾说 你先回家 我去和老师说 嘉宾看着韩太雄 也是一愣 闪过一丝感动和惊讶 随即把衣服甩给韩太雄 我不是说了没事吗 你别多管闲事 然后静止回教室 完全不理会身边同学的 嘲笑和议论 杜河看着发愣的泰雄 不禁安慰道 你没事吧 你别在意他那种人 真看不下去他那样对你 话还没说完 韩太雄就嘴里喊着嘉宾 追了上去 气得自己抓狂 也跟着追了上去 来到教室看到嘉宾 有的同学正议论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原来刚刚嘉宾打开书包 想拿课本 手上却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书包里不知道 被谁撒满了玻璃碎渣 把嘉宾的首次的鲜血直流 看到嘉宾受伤的首 我彻底震惊了 韩太雄要打人了 金嘉宾男朋友要对我动手 四眼胖子同学突然的大喊 把我吓一跳 我只是把他叫到了储物室 想问下他是不是知道 是谁在嘉宾书包里放玻璃渣 就在刚刚 嘉宾被泼了一身的米田固 手也被玻璃划伤 却当没事人一样坐在教室上课 同学们都被熏得受不了 老师想叫嘉宾出去 顺便处理下身上的伤 谁知嘉宾说自己要学习 不用在意我 老师笑着说 但是不能耽误其他同学上课啊 而且校长也有事找你 嘉宾冷冷说道 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出罪魁祸首 而不是要求我出去吧 请把他们找出来 如果老师做不到 那就由我亲手 把他们丢进人生的臭水沟 老师听了也无可奈何 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 这是要告诉他的董事长奶奶吗 把学校搞停学来找吗 找得出来吗 哈哈哈哈 下课后我来到外面给秘书打电话 告诉了嘉宾的情况 秘书小姐气得不行 让我打听是谁散播的谣言 还有是谁在欺负嘉宾 这边 一男两女在议论说 你知道是谁往嘉宾书包里 还没等话说完 两个女生就啊哈哈的尖叫 真的吗 疯了吧 哈哈 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的天啊 未等说完又被打断 好似故意调人胃口一样 我找到一个同学叫来储物室 想问他知不知道谁干的 结果他说只是听其他同学说的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还以为我要打他 背下的步行乱喊一通 我只能向其他同学问 结果其他同学看我就像老鼠 见到猫一样 看到我就疯了式的跑三排 这是一个女同学叫住我 让我快去体育馆 说同学们有事要偷偷告诉我 我连忙来到体育馆 有人吗 突然头顶刷的倒下一桶粉笔墨 我惊呆了 抬头看到那三个同学哈哈大笑 看来他们是故意引诱我过来的 可恶 以后别来烦我们了 好好伺候你女朋友吧 谁会告诉你啊 你个大帅逼 说完三人就笑着准备离开 突然 一张阴森恐怖怒气直拉满的面容 出现在他们面前 明明是来当保镖的 怎么成了个侦探 我又不是名侦探K男 就在刚刚 我被同学弄了一身的粉末 从体育馆出来 拍了拍粉尘 看来又得穿运动服回家了 突然被杜和叫住 杜和担心地问我怎么弄的 我看到他脸上好像有伤 问他怎么了 杜和说现在不是关心我的时候 拿出手绢帮我擦脸 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为什么要因为他遇到这种事啊 真的烦死了 我忙说我没事 问杜和有打听到什么吗 杜和告诉我 大家都说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只要是金嘉宾的事 没人会帮忙的 问我找那个人做什么 不会是金嘉宾让你找的吧 太过分了 我没回答 只说了谢谢你帮我打听 我现在有点忙 之后再请你去小卖部吃东西 就转身离开了 杜和看着韩太雄离开的背影 好像很沮丧 心疼起来 我家太雄怎么就这么单纯啊 金嘉宾凭什么 找到了又能怎么办 随后突然大喊一声 滚过来 只见刚刚羞辱韩太雄的三个同学 全身都带着伤 快步地跑了过来 看来是被杜和给揍服气了 杜和心想着 他们到底从哪里听来的传闻 之前也没听过这种传闻啊 突然想起那天晚上 难道是他 我来到教室准备拿着运动服去还 心想 钱啊 是真难赚 照这样下去肯定找不到 突然发现柜子里被人放了一张字体 让我别再黏着嘉宾 不然会倒大霉的 这边 嘉宾一个人捧着书走在路上 突然听到有人说 哎呀 臭死人了 转头看去 一旁的同学还在嘲笑 说他还真就这样转来转去的 是行走的马桶吗 哈哈哈哈 嘉宾才不会惯着 刷得就冲向他们 吓得他们撒腿就看 一旁看热闹的同学也不放过 同学跑远了还不忘回头 骂嘉宾疯女人 嘉宾把他们赶走后 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随后路过一处水龙头 用水冲洗了下自己受伤的手 还真有点疼 然后洗了洗脸 脑海回忆起之前那些 所谓的朋友哀求自己的场景 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 转头看去 一个身材高大 长相俊美的男生正看着自己 是他 生气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手藏在背后 心里五味杂陈 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多悲催 被同学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还被威胁如果不老实交代 就要把他的裤子脱掉 一旁的女生也说搞快点 他是我们的班长 就在刚刚 我正纳闷谁在我储物柜里放的字条 是谁在恶作剧呢 现在我看谁我都怀疑 应该不是评论区的同学们吧 我正愁怎么才能找到幕后的人 小黄毛突然叫我 小声告诉我说 找到金嘉宾书包事件的目击者了 我连忙跟着来到美术室 胖子正在威胁班长说出来 一边的女同学在极力反对 说要是我知道了肯定会告诉嘉宾 那就真成了叛徒了 胖子见威逼不行 就说 你们也太无情了 同班同学为了守护爱情 一个人东奔西走的 爱情无罪啊 没等他说完 我推开胖子说 别担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金嘉宾的 我发誓 一女生问 那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忙说派以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另一个女生说别骗人了 告诉你肯定转头就去告状了 只想着自己高兴 不考虑因为他多少人受害 对班长说 绝对不要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听得我怒火中烧 对他俩大喊道 哎呀 爱情无罪啊 这时班长说 好 那我告诉你 我都不敢相信 谁知班长说 要我一定要告诉金嘉宾 因为他很好奇 被MK集团盯上了会是什么后果 是会被埋掉呢 还是 把我们都听傻了 然后告诉我说 原来是隔壁班上戴后眼镜的高音星 于是我找到了他询问 谁知他说他只是按大家说的座而已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是谁指使的 他哭着喊说自己不知道 自己很害怕 让我别再找他了 看他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追问了 我在走廊里徘徊 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起秘书刚说的话 不要再让小姐受伤了 如果总是发生这种事 我们只能质疑你的能力了 这不是你的职责所在吗 我回到教室 胖子和小黄毛还想问我事情怎么样了 我没理会 因为我看到嘉宾的座位上是空的 他去哪里了 我连忙转身跑出去 他现在那副样子 在哪里乱晃啊 喂 放开那个女孩 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居然敢抱金嘉宾 嘉宾让他滚开 他居然抱得更紧了 下一秒 砰的飞了出去 脸上被人揍了一拳 没错 那人就是我 我恶狠狠的盯着他 你是谁 就在刚刚 嘉宾在外面碰到了这个男人 他看到嘉宾落魄的样子 忙着问是谁干的 嘉宾直接无视地说 大叔 你谁啊 你在玩cosplay吗 不过你不适合穿校服吧 太显老了 那人说别闹了 那时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回家吧 我送你回去 嘉宾说家里人 不让和陌生人走了 大叔你就别瞎操心了 那人一把抓住嘉宾的手 大声地问到底谁做的 嘉宾刷得一下甩开他的手 关你什么事 别到现在又装作认识我了 接着准备转身离开 那人愣在原地 看到嘉宾背后受伤的时候 喂 你手不疼吗 真是个笨蛋 嘉宾连忙地收回手 尴尬地说 那好吧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那人没说话 只是看着 嘉宾回头想挑一眼 谁知那人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嘉宾 把嘉宾吓一跳 我放弃流血了 回国之后一直在准备考试 很想你 所以故意来这个学校 为了见你 金嘉宾冷冷地说 滚开 却被那人搂得更紧 对不起 那时候什么都没跟你说就离开了 真的对不起 嘉宾也是一阵沉静 随后刷得怒吼道 你又想耍什么把戏 可还是没能正开 只能说 你再不放开 衣服被毁了可别怪我 谁知他哈哈一笑 说一点也不脏啊 你要是说回家 我就放开 忽然 肩膀上出现一只手 只听喷的一声 那人就飞了出去 金嘉宾也是一愣 只见韩太雄咬牙切齿地看着那人 随后一把把嘉宾护在怀里 嘉宾都看傻了 好帅啊 好man啊 和评论区的小哥哥一样man 韩太雄怒道 不要对他动手动脚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嘉宾看着眼前的韩太雄 一脸的不可思议 那人起身看到这一幕 也是被气笑了 然后瞬间惊讶地看着 原来嘉宾竟然主动地抱住了韩太雄 而且两人都用坚毅的眼神看着自己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悲惨 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四处打听 甚至不惜和朋友起争执 结果下一秒 就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正在抱着其他女人 她就是金渡河 因为想帮韩太雄找出留言的传播人 找到沈欣梅打听 结果软磨硬泡都不行 两人走出巷子 沈欣梅指着前方说 金渡河 你瞧瞧那边 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 只见远处 韩太雄正抱着金嘉宾 看得度和心里五味杂陈 这边 眼见那个男人还不死心 我横横地说 你再靠近一步试试 到时候我绝对不放过你 这时嘉宾抬起头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说 太雄 我好害怕呀 我们快走吧 把我也整得有点意外 接着嘉宾居然把头埋进了我的胸口 这真是叫花子做驸马 让我受宠若惊 我搂着金嘉宾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金嘉宾却偷偷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人 然后面色复杂 晚上放学我跟在嘉宾身后 回想起嘉宾在我怀里说话的神情 心想 切 之前还那么逞强 看着金嘉宾喊道 喂 不用怕 我以后会在身边保护好你 不让那些家伙再纠缠你 相信我就好 谁知嘉宾说别说大话了 想要保护我的家伙会整天在外面瞎转吗 把我弄尴尬了 嘉宾说不用找了 不要再多管闲事了笨蛋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了 我喜欢评论区的小哥哥 他们好暖 说你是傻的吗 同学们一看到你就起哄 我忙说我只是想看看 到底是谁躲在背后搞少动作 想想就来气 找到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谁知嘉宾直接回头怒斥我 你是不是傻 听到我的流言蜚语 你怎么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到底怎么想的 我犹豫了一会说 我说这些话你可能听得有些奇怪 你在哪里做了坏事也好 我都无所谓 你也不用感谢我 我只是 希望你不再受伤就好 听到我的话 嘉宾愣住了 脸上还有一丝羞红 看我一脸认真的样子 嘉宾受不了了 直骂我是疯子 然后飞得跑开 还不许我跟着 我一阵错愕茫然 这我哪能放心 忙追了上去 对着嘉宾大喊 小心脚下 别摔着呀 嘉宾下的直叫让我快点 看着嘉宾上车 我提醒他一定要去医院 回家记得告诉家人 在南山上的朋友很靠谱 知道吗 金嘉宾气喘吁吁地坐在车里 说他不会真的是个疯子吧 看着车外的韩太逊 那真是白痴的葫芦 傻瓜一个 突然 哈哈 你在说谁呢 转头看去 怎么是他 眼前的这个男人疯了吗 居然跳上飞驰的汽车 对着司机大骂 臭小子 快点给我停车 下一秒 一个刹车 轰的一下飞了出去 只见那人一个漂亮的后空翻 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然后稳稳地用脸着地 没错 这就是韩太雄 就在刚刚 把嘉宾送上了车 给秘书汇报了 累瘫了 想着这保镖可真难做 突然 看到车里 那不是那个男的吗 什么情况 再看金嘉宾对着那人的手用嘴影 连忙过去敲窗户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坐驾驶坐上 赶紧给我下来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想完蛋吗 我叫你下来 谁知那人不鸟我 挑衅我还骂我臭小子 我愣了一会 只见他一脚油门刷地把车开走了 看着远去的汽车 这什么情况 是被绑架了 我连忙发了信息给秘书就追了上去 车里的嘉宾因为打不开车门 也没有办法 原来这人就是GT集团的三公子柳树号 金嘉宾从小喜欢的那个人 因为在国外上学只上了一半国内不认可 所以也转来了这所学校 两人正聊着 突然发现韩太雄居然踩着单车追了上来 直接把嘉宾看傻了 想着应该是误会了让他停车解释下 好让他走 谁知柳树号说 这家伙有点意思 就让他追上来看看吧 把嘉宾整懵了 韩太雄正死命地追着车 嘉宾担心会出事 让柳树号别闹了 可他不听 只能回头对着韩太雄大喊 我没事 你别跟过来了 这个人我认识的 可韩太雄哪里能听到 看着嘉宾抓狂的样子 以为求救呢 喊着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救你 说着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把嘉宾吓一跳 直骂他是个大傻子 韩太雄追上来让他停车 可他完全不理 忙问嘉宾有没有受伤 你再等一下 嘉宾忙说自己没事 你快回家吧 笨蛋 谁知太雄根本没听清 刷着一下汽车一个加速甩开的太雄 看太雄还在追 嘉宾急得大喊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你听不到我说的话吗 哎呦 他好像很喜欢你呢 嘉宾这时哪有心情开玩笑 让他停车 他却说倒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喜欢你 眼见步行嘉宾直接上手 我叫你停车 你个疯子 这一幕被韩太雄看到更是心急 突然听到哐的一声 把嘉宾和树浩吓得压麻呆住 韩太雄居然跳上了车 趴在引擎带上大喊快停车 树浩被吓愣了 他是在拍好莱坞大片吗 嘉宾看着这样的韩太雄彻底愣住 随后黑着脸说 柳树浩如果你以后还想见我的话 就给我停车 立刻 马上 柳树浩看着嘉宾 然后一脚刹车 只听哐的一声 韩太雄就飞了出去 趴在地上不动了 嘉宾急得大喊你干什么 谁知数号指着信号灯 看 是红灯 嘉宾气得抓着他头发就是一阵输出 你疯了吗 脑子被驴踢了 随后焦急地看着泰雄喊道 韩太雄 你没事吧 他怎么躺着不动了 不会是死了吧 这时 突然看到韩太雄缓缓站起身来 张开双臂挡在车前 眼神坚毅地看着柳树浩 嘉宾看愣了 真的好帅好们 和评论区的哥哥一样们 柳树浩被吓一跳 你刚说的疯子不会是他吧 这才打开车门所说你下车吧 嘉宾正担忧地看着韩太雄 回头说道 为什么要我下车 是可是你惹的 趁更多人围过来之前 你自己去处理一下 树浩无奈下车 你没事吧 我想你误会我们了 首先 车上 嘉宾在车里看着韩太雄 一脸的担忧 最后只听到砰砰的两拳 嘉宾看傻了 只见韩太雄正抓着柳树浩的 衣领疯狂地输出 我的天 他这么强的吗 眼前的这个男人怎么了 大清早地跑去 五百里外的早餐店买吃的 居然是送给一个男人吃的 没错 就是韩太雄 买早餐不是给金嘉宾的 是给柳树浩的 原来就因为自己的一顿王八拳 对着树浩输出 两人来到医院 秘书也急忙赶来 当时的情况顾不上接电话 结果把GT集团的三公子打了 而且他就是金嘉宾从小喜欢的人 知道后那真是无助与绝望啊 想到自己闯了祸 抓狂地想要死 处理完伤后 秘书事意赶紧道歉 太雄连忙来个九十度弯腰 诚恳地道歉 金嘉宾先是一愣 随后说 你是傻瓜吗 道什么歉 难道你没受伤吗 可韩太雄不敢起身 弄得嘉宾很无语 转头对树浩说 你不道歉吗 头齿不清的样子 更把韩太雄吓得直哆嗦 嘉宾懒得看他们演戏 直接就走了 看到嘉宾他们离开 柳树浩居然也道歉了 差点把太雄下巴给金店 谁知树浩拿出一个手表说 不过这个可怎么办 好像完全坏了 太雄连忙笑着说 我给你修理费吧 是吗 那只要给我一百二十万就好了 剩下的我自己看着办 韩太雄直接笑呆了 随后戴上了惊恐面具 这边 金嘉宾回到家洗了个澡出来 正想吹头发 脑海里又想起韩太雄坚毅的表情 正吹着头发 突然 从镜子里看到柳树浩坐沙发上 吓得亚麻呆住了 原来是阿姨给开的门 接着嘉宾准备看书 两人聊了会过往 谁知树浩突然抓住嘉宾的手 放自己脸上撒娇地问 你还好吗 把嘉宾弄得不知所措 问是不是还没挨够揍 可树浩依旧是嘻嘻哈哈 弄得嘉宾甚是无语 下一秒直接使出九阴白骨爪 让树浩的脸都变形了 突然门开了 嘉宾的奶奶冷冷地看着 两人瞬间收起了笑容 隔天来到学校 韩太雄正火急火燎地 拿着早餐来到学校 嘉宾问为什么跑那么远买早餐 因为昨天 树浩说那是理查德米尔的手表 起初太雄还不幸 想到他们都是有钱人 只能呆呆地告诉他自己没钱 谁知树浩凑近盯着韩太雄说 看来只能用你的身体来偿还了 把韩太雄吓得一愣 局部一紧 以为自己听错了 树浩看到韩太雄支支吾吾的 韩太雄先走了 还责问怎么这么晚 不是说让你在我们到学校之前 放桌上吗 总之 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吧 小跟班 韩太雄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多悲催 被人抢走了自己的女人 还要给自己的情敌当跑腿 却敢怒不敢言 是因为爱吗 还是伟大 都不是 是因为穷啊 这天 学校里金杜和回想起 那日看到韩太雄抱着金嘉宾 正打算放弃 突然看到一群人在围观 叫着 天啊 好帅啊 评论区的哥哥 怎么那么帅 好奇地探头去看 原来是数号来找嘉宾 同学都议论纷纷 杜和却激动地说 我看他俩挺合适的 连忙跑去问胖子和小黄毛 我家太雄在哪 谁知胖子和小黄毛说 韩太雄最近很忙 一下课就像个疯子一样狂奔出去 让杜和疑惑不已 这边的韩太雄 正跑着去800里开外的咖啡店买咖啡 店员都疑惑了 他们学校不是离很远吗 怎么又来了 嘉宾看着韩太雄的空座位 也是一阵疑惑 叮咚 数号收到信息 原来是韩太雄 已经把咖啡买回来 放座位上了 随即又发一条信息 告诉韩太雄 再买一份给自己的朋友 太雄说时间不太够了 数号就直接律师喊警告 无奈太雄只能乖乖地跑去了 把数号给逗笑了 嘉宾问是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数号说要请嘉宾吃东西 嘉宾无语地拒绝 说如果每次过来 是妨碍我学习的就别过来了 数号则嘻嘻哈哈的 不免调笑金嘉宾 看着嘉宾认真学习 想起了昨天晚上 和嘉宾奶奶打过招呼后 在门口听到的话 董事长想用集团的手段 解决流言的事 要杀鸡儆猴 嘉宾却说 这也不算都是流言吧 把奶奶气不行 说奶奶今年的目标 不是要进入机关吗 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大了 你不用担心我 关于我的流言 我只要用成绩证明就好了 看着现在的嘉宾 数号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嘉宾的头 嘉宾让他拿开 他不听 那就只能用嘴咬了 身边的同学看到议论纷纷 说他们在亲热什么 韩太雄怎么办 这么快坏人了吗 真是扎你一个 此时的太雄正双腿发软地走回教室 气得不行 心想我是外卖跑腿吗 随便吃吃不好吗 偏偏要吃没有外卖的美食店 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呀 还得赶紧找出幕后主使 累得直接趴倒在桌上 问胖子他们 金嘉宾没什么事吧 有事的是你好不 你不会是被情敌的言之打击到了吧 看着嘉宾认真的学习 太雄心想 至少他会替我待在嘉宾身边 多少还能安心一些 然后趴着休息了 嘉宾回头看着韩太雄 胖子和黄毛正安慰着太雄 你也不差呀 嘉宾更是一脸疑惑 中午吃饭 嘉宾下意识地说 韩太雄 给我倒杯水 听到声音才发现 原来是在和树浩一起吃饭 树浩起身去了 还让嘉宾认真学习 嘉宾也是愣了会儿 接下来的两天 嘉宾总是不自主地东张西望 可哪里有韩太雄的声音 这天 刚下课韩太雄又收到了 数号买东西的信息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出发 这又是哪家店 突然 后背有人戳自己 我看去 居然是金嘉宾 我有话对你说 跟我来 让太雄一脸的疑惑 眼前的这个保镖有多嚣张 秘书问有没有找到幕后主使 他居然敢一阵抱怨 下一秒 回过神来 财老实巴交地说正在努力 感觉自己快疯了 那个人是下定决心要搞死我呀 就在不久前 金嘉宾找到韩太雄 两人来到操场 走了好几圈也没说话 太雄看着时间 再不去给柳树号买东西的话 时间就不够了 想问嘉宾要说什么 结果被嘉宾吼说 等一下会死啊 两人继续走着 太雄无奈地抱着手机跟着 走了几圈忍不住又问 结果嘉宾又是怒问你着急干什么 有其他事吗 太雄只能借口说要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有那么重要吗 你的意思是 不想因为我浪费时间吗 嘉宾的话直接把太雄吓住了 连忙解释不是的 好吧 是不是都怪我喊你出来 是我没事找事对吧 那你去拖你的地吧 说着嘉宾头也不回地走了 吓得韩太雄连忙跟上 问到底怎么了 嘉宾紧咬嘴唇 终于鼓起勇气说 谢谢 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有什么问题吗 把太雄听忘了 随后嘉宾说就是那天的事 毕竟是因为自己 而且那什么 你还受伤了 反正就是谢谢 行了吗 说完嘉宾偷瞄了下韩太雄 太雄看着这样的嘉宾 心想 跟我说谢谢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正想叫金嘉宾 突然收到数号的信息 你倒是很闲啊 把韩太雄吓一跳 看到远处的柳数号蹲在探台上 手里拿着那120万的修理费 吓得赶紧溜了 这边的金嘉宾还在说 你怎么那么小气 因为那种事跟我闹别扭吗 正字顾字地说着 数号突然说 嘉宾 你一个人在这做什么 嘉宾回头看去 哪里还有韩太雄的身影 把嘉宾尴尬住了 气得咬牙切齿 随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 订单满天飞 太雄整天跑 这天 太雄实在受不了这祸 因为太能吃了 同学听他抱怨 在那嘲笑他是送外卖的 黑着脸看向他们 谁知听到他们说 晚自习那货要请他们吃东西 瞬间栽倒在地 拖着颤抖的双腿想回教室 秘书发信息来问情况 差点把脾气发他身上 还好没有 这时遇到柳数号 还被责备说怎么那么晚 海鲜要吃新鲜的不知道吗 气得喊 太雄牙根痒痒 握紧拳头正想发飙 谁知他塞给一样东西 说这是小费 嘉宾现在一个人了 我得快点吃了回去 韩太雄疑惑地掏出来 小费 看到后直接炸毛 原来是一张兰博基尼五元带金卷 回到教室 看到又有人在嘉宾身边疯狂嘲讽 嘉宾黑着脸不说话 太雄连忙跑过去理论 你们够了 不管留言是不是真的 和你们都没关系 谁知嘉宾突然拿起客 砸向韩太雄 把所有人都吓一跳 你滚开 你算什么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吗 把韩太雄看愣了 别装得跟我很熟一样 我可没有你这个朋友 滚开 以后别装作认识我 这样的嘉宾把太雄吓傻了 他到底怎么了 太雄也委屈无比 区区120万 我一定会玩命地打工 痛快地转到你的账户里 不过 两年 再等我两年 这话一出把数号听得哈哈大笑 气得太雄想揍扁他 心想 可恶 120万的话是多少只炸鸡啊 不过比起因为这种家伙 放弃300万的工作 还不如至少保住180万划算 评论区的小伙伴你们觉得呢 就在刚刚 太雄被嘉宾怒吼后 灰溜溜地跟在嘉宾身后 想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被嘉宾黑脸怒斥 别再跟过来了 不然真的干掉你 把太雄吓得连忙立正 看着嘉宾远去 还不忘提醒上厕所记的洗手 嘉宾直接回复一个终止 韩太雄正乐 总感觉和他疏远了很多 难道是因为这段时间疏远他了 突然看到柳树浩出现 拿着自己买的外卖给嘉宾吃 还回头一眼表示谢谢 气得眉头紧皱 幕后主使没找到 嘉宾也生气了 想着要是还被他牵着鼻子走 我会不会被炒鱿鱼啊 叮咚 一长串的订单信息 来不及多想 赶忙跑去了 可恶 看着跑走的韩太雄 树浩若有所思 晚上 树浩一个人在操场坐着 回想起嘉宾这些天 总是左顾右盼的 问找谁 也不说 联想到那天在操场上 嘉宾和韩太雄说话的神情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突然 韩太雄提着买来的东西出现了 树浩说 迟到了 而韩太雄则一问道 为什么要送到这里 难道现在嘉宾正一个人待着 树浩告诉太雄 嘉宾去医院拆线了 不用担心 放下东西跟我来吧 凉了的东西我不吃 东西你扔了吧 你吃了也行 拿起篮球说 进来打一场吧 两人开始单挑 太雄看着那些吃的小 买了又不吃 果然在耍我忙 这时树浩突然问 你喜欢嘉宾对吧 太雄没好气地说 冷不丁地问这个做什么 为什么不回答 看来你不喜欢他 说着一个闪身突破 不过我听说你当众表白了 一个干拔 球打板入网 既然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树浩再次开球 你有多喜欢他 太雄没回答 一个回手掏 抢断 我没义务告诉你这个吧 客人 说着突破起跳准备出手 难道不是另有所图 太雄听到这话突然一愣神 手没把握住 球砸框而出 被树浩抢下篮板轻松上篮 你什么意思 树浩问道 这么不怕死的接近 安配董事长的孙女 总有些目的吧 是什么 最好现在老实交代 太雄内心一惊 反问道 看来学长才是因为 其他目的去接近嘉宾的吧 树浩也是一惊 跳投弹框而出 韩太雄抢下上篮成功 树浩被气笑了 然后嘲讽道 你以为我们和你接触 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吗 你觉得你这种人 能配得上嘉宾吗 太雄运着篮球 然后深吸一口气 接着刷的一下篮球 直接从树浩脸庞飞驰而过 砸在护栏上 没错 我也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他 那也比年纪一大把 还使唤别人跑腿的某位 要强得多吧 树浩气笑了 问说什么呢 韩太雄却头也不回地说 我先回去了 看着这样的太雄树浩也是一愣 随后说 要是不想做的话 就离嘉宾远一点 那样我就既往不救 韩太雄愣了一回 随后挣扎着 手握拳头喊道 不用了 我会还的 就算再怎么穷 我也不想让嘉宾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树浩愣了 问要怎么还 得知要拼命打工两年还 笑得不行 就在这时 嘉宾突然问道 还什么 把两人吓一跳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嚣张 学校两大帅哥左右护航 完全不理其他同学的议论 吓一门 两大护法居然争吵起来 没错 他们就是太雄和树浩 就在昨天 嘉宾突然来到球场 问他俩还什么 他借你钱了 树浩连忙转移话题 嘉宾就让韩太雄来回答 树浩威胁太雄说不该说的别说 可韩太雄已经过够这样的日子了 直接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说这些天每天都被威胁给这货送外卖 嘉宾听了大吃一惊 难道是因为这个所以他才 韩太雄一股脑地吐槽 把树浩弄得无言以对 嘉宾看着地上的东西 也是被气笑了 柳树浩 你开玩笑呢吗 树浩吓得连忙说 嘉宾 你先过来 我们好好聊聊 谁知嘉宾说 对了 你那手表不是 过吗 这话一出 太雄先是一惊 接着嘉宾说那家伙对奢侈品不感兴趣 只不过为了敷衍身边的人才带了个假的 要有什么奢侈品 他早就拿去卖了换钱买股票或者旅游了 空气突然宁静 树浩的脖子冷汗直流 转头看向韩太雄 那表情 心知大事不妙 韩太雄踏前一步 吓得柳树浩连连后退 你干什么 又想揍我呀 暴力会成习惯的 你得改改 韩太雄黑脸咬牙切齿的怒骂道 你个不忠用的小垃圾 把树浩吓得吞了一口口水 接着撒腿就跑 边跑边哼 想让嘉宾帮忙让太雄冷静下来 你看他那样 真的会宰了我的 谁知嘉宾冷冷地看着 随后把门关上 宰吧 看着两人在里面追逐打闹 把嘉宾逗笑了 隔天来到学校 两人就成了左右护法 树浩责怪太雄太高调 会让人更讨厌嘉宾的 太雄不想理他 直说他是骗子 树浩请吃饭了也没消气 问怎么才消气 谁知太雄说 给我一百二十万我可以考虑考虑 两人就这样吵起来 嘉宾带眉微醋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谁知二人还在喋喋不休 直接怒吼 你俩给我闪开 不知道下周要考试吗 考杂了我就宰了你们 把两人吓得板板正正的 谁知两人在后面又相互掐起来 把嘉宾整个实在受不了了赶紧跑开 两人连忙跟上 而墙角边上 金度和看着这一幕情绪复杂 如果有人敢背叛他 我会不择手段毁了那个人的一辈子 我现在说的话 都不是在开玩笑 你记清楚了 这话把韩太雄吓到了 因为他确实是能干出那种事的家伙 躺下准备睡觉 居然做噩梦了 不会真的又有大情况吧 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 电话突然响起 金度和 就在刚刚 度和看到三人追逐 想起前几天 自己找韩太雄 可太雄好像根本没看到他一样 盯着手机刷的就跑了 不管什么时候找他 都是在接电话 随后飞思地跑了 拖鞋根本追不上 隔天特意换了运动鞋 追着韩太雄说话 可韩太雄依旧是没看到一样 一溜烟就跑远了 这让杜河失落无比 突然想起那日沈星美说的话 你就等着边吃爆米花边看好戏吧 那家伙 我帮你解决 金度和心想 对不起了朋友 爆米花我就和韩太雄一起试了 这天周末 太雄在家洗了个澡 回想起数号昨天在学校说 我也要开始学习了 所以没办法常来 你好好保护嘉宾 还有就是 我绝对不会放过背叛嘉宾的人 为了嘉宾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把太雄吓到了 不管了 只求考试结束之前 一切平安无事就好 进入梦乡 却被噩梦惊醒 接通杜河的电话 杜河告诉太雄 有人知道到处传金嘉宾留言的人是谁 这消息直接让韩太雄瞬间惊神 真的 是谁 不过他说还在考虑 要不要说出金嘉宾的事 让我们等他消息 韩太雄一阵疑惑 接着杜河问太雄住哪里 要过来找他 一边学习一边等消息 太雄觉得不太好 想拒绝 谁知杜河说 看来你也不怎么好奇吗 要不算了吧 就要挂电话 直接把太雄拿捏了 来到太雄家中 差点把杜河的下巴惊掉 没想到太雄住这么好的房子 看你每天都在打工 还担心你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吗 太雄只能尴尬地说是亲戚借给自己住的 两人一阵寒暄 太雄迫不及待地想问 你那个朋友什么时候才能有消息啊 杜河去说再等等吧 我可是说服了他好一顿 没问题的 要不我们先学习 两人学习 时间飞逝 韩太雄抬头 发现杜河盯着自己看 心想 不是来学习吗 他怎么从刚刚就一直盯着我看 难道我比评论的哥哥还帅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自信 拿着一吨重的泡菜就要做泡菜汤 还不让别人帮忙 说包在我身上就行 结果下一秒 血血啊 口里面居然煮出了血红色 就在刚刚 杜河一直盯着韩太雄 满眼都是韩太雄 接着就对泰雄展开户口调查 把韩太雄搞得有点尴尬 杜河问泰雄就没有什么想问自己的吗 满心期待地等着 泰雄居然问 你那个朋友 是怎么知道欺负嘉宾的人是谁的 把杜河气得半死 泰雄问杜河为什么转学来这里的 原来杜河的妈妈离婚后又在婚 所以就跟着过到这边了 泰雄问那你和你的新爸爸处得来吗 杜河敷衍地说就那样吧 泰雄看得出有问题可也不好追问 杜河连忙岔开话题 说自己最可惜的事就是当初没能和你多说几句话就转学了 说自己以前都不敢和泰雄说话 能像现在这样聊天真的好像做梦一样 看着这样的杜河 泰雄也愣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 想起之前自己根本不记得他心里更是愧疚 接着两人聊到电影 泰雄说自己喜欢萧生克的就熟 最近一次在电影院看的电影是叫什么老手 杜河惊讶不已 因为自己根本没听过 谁知泰雄模仿起电影里的台词 把杜河搞得更是无语 你的人生里还真的只有打工吗 这都什么年代的笑话了呀 谁知泰雄根本停不下来 杜河都没眼看下去了 杜河忙说这些年你应该过得很辛苦很累吧 我竟然都不知道 说着哭了起来 把泰雄整懵了 这时泰雄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杜河忙问是不是没吃饭了 接着就掏出手机看着视频就要下厨 泰雄想帮忙被制止 杜河一顿操作猛如虎 接着一顿接话发 看得泰雄冷汗直流 不过这肩蛋看着还行 看着这么认真的杜河 泰雄也是一丝感动 登登 完美出锅 泰雄看着陷入沉思 要不还是给评论区的小伙伴先吃吧 可看着杜河满脸期待的样子 泰雄摇起一块放入口中 哇哦 真的很好吃呢 你很会做菜哦 接着刷刷地直接干完一大碗 和杜河说要去买点饮料和零食回来吃就出去了 这边金杜河准备打扫卫生 看着泰雄吃了那么多 开心不已 心想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自己弄出一块 放入嘴中尝了尝 差点原地去世 注意看 眼前的这对男女 这个距离 不是要打崩就是要打架 正想开战时 突然被一男人叫住 那人冷冷地看着 韩泰雄 你在干什么呢 把泰雄弄得冷汗直流 就在刚刚 金杜河尝了自己做的菜差点去世 想着韩泰雄还面带微笑地吃了那么多 连忙跑出去找韩泰雄 泰雄正好刚买完药出来 两人碰上 杜河担心地问要不要叫救护车 泰雄还在强称说自己没事 接着杜河哭着说对不起 我不该给你吃那种东西 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吃的 可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看着杜河哭得伤心 泰雄只能俯身安慰道 我没事的 你做得很好吃啊 我好久没有吃到别人给我做的饭了 我真的很高兴 真的 杜河听了不敢置信 泰雄认真地点头说谢谢你 真的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数号看到 泰雄也被吓一跳 忙问学长怎么也在这 数号冷冷地看着俩人问 你们在干嘛 在交往吗 泰雄连忙解释不是 数号怒斥 不是的话干嘛亲亲我我的 杜河看着数号这样欺负泰雄 没好气地说 我们交不交往和你有什么关系 数号被气到 说现在就要把泰雄弄死 泰雄解释真的不是 我们就只是在我家里一起学 话还没说完 数号就暴跳如雷的吼道 什么 你们孤男寡女一起在房间待着 疯了吗 泰雄也怒吼 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了 一旁的杜河看不下去了 交往又怎么了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撸起袖子就要干长 数号直接拨通嘉宾的电话就要告状 把泰雄吓一跳 这边的嘉宾接通电话 却听到韩泰雄的声音 正疑惑呢 电话突然挂断了 这边 三人好不容易说开 来到餐厅 数号也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消息 杜河没好气地说 这个吗 不好说 服务员这时上来抱兵 杜河正想下手 却被数号一把抱在手里吃了起来 气得不行 原来数号是三天前搬过来的 也是住在单楼层 两个男人又是特别不爽 相互掐了起来 叮咚 杜河的手机来消息了 两人盲问是不是有消息了 却见杜河看着手机惊讶不已 不知道是谁在我们学校论坛上传了这个 两人看到手机里的消息也都愣住了 金嘉宾的真面目 眼前的这个女孩有多可怜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 从小在学校就被小朋友欺负 好不容易有了好几个朋友 居然是家里人花钱雇佣来演戏的 自己却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这就是金嘉宾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看到群里同学们的嘲讽 金嘉宾直接关机 这边 泰雄三人看着论坛里说 嘉宾花钱雇佣朋友 利用完了就被金嘉宾抛弃了 韩泰雄看了气愤不已 数号却平静地说 说得好像全是嘉宾做的一样 两人忙问是什么情况 原来 确实是MK给了他们父母一笔钱 雇佣了那些孩子 是为了让嘉宾专心学习偷偷安排的 听到偷偷安排的 杜河和泰雄都惊讶不已 问那些孩子也不知道吗 数号说应该是知道的 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毕竟他们自己家的条件 因为这个改善不少 辞掉补习老师也是真的 因为嘉宾发现了那些朋友的身份 他们私底下称嘉宾为金甲方 几人在洗手间里抱怨 说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 有的同学却说忍忍吧 多亏了他 我们这次不是还去欧洲旅行了吗 在他身边多好 又有钱又能免费地补习 我们就当来做一工吧 看他也挺可怜的 这些话却被隔壁的嘉宾听到 彻底震惊了 晚上睡不着看着朋友圈里 他们分享的欧洲旅行 有一万岁四的大字是多么的讽刺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问他的董事长奶奶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奶奶却告诉他朋友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丝毫价值 就算是有朋友 他们也只会从心底嫉妒你 那些接近你的孩子 只不过都是为了钱而已 等你以后坐上我的位置 我再给你挑选几个 配得上你的人 现在就好好利用 那几个人当陪读就好 这样的回答让嘉宾震惊不已 心想难道我所有的事 都被安排好了吗 看着还在眼前演戏的这些人 嘉宾只能愤怒地让他们滚开 可嘉宾看着写着的有一万岁 终究还是不忍心 数号说嘉宾知道了真相 但并没有让人断了他们的资源 可后来他们父母的要求 越来越过分 嘉宾家才给了他们一大笔封口费 其实以他们的能力 本来就考不上国际学校 听完数号说的 韩太雄内心五味杂陈 可眼神却慢慢坚毅起来 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居然在学校门口 众目睽睽直下抱着金嘉宾 嘉宾刚想正开 可看着泰雄那张帅气的脸庞 居然没在反抗 好帅啊 居然和评论区的小哥哥一样帅 身后的数号都自愧不如 因为就在昨天 泰雄在数号那里得知嘉宾的生活 嘉宾被奶奶全方位地管控 想要嘉宾成为众人眼中的模范 从花钱雇佣朋友被嘉宾发现之后 嘉宾就慢慢变了 想毁掉奶奶一手打造的那个模范自己 泰雄想起过往嘉宾的种种行为 原来嘉宾是想报复董事长 被人欺负了也不和家人说 反而希望自己被多骂几句 都是他自己故意的 而嘉宾的奶奶为了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 对嘉宾被人欺负的是坐视不理 因为他想参加政选 所以不想事情弄大被曝光 看着电视里慈祥和蔼的董事长 泰雄不敢置信 正如数号所说 现在正是实现他梦想的最佳时机 隔天来到学校 还想着嘉宾奶奶也太过分了 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孙女啊 嘉宾又不知道那群孩子是被雇佣的 想到自己也是被雇佣的 要是被嘉宾发现该怎么办 好难做呀 突然同学都议论起来 原来嘉宾到了 有的同学还在恶语相向 韩太雄听着想发飙 嘉宾却完全没理会 静止走向韩太雄说 你脸怎么那么臭啊 是又对我失望了吗 接着还口是心非的说 你要是看不惯可以走开 反正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太雄看着这样的嘉宾低头问道 你还要继续吗 嘉宾一愣 太雄认真的问 你还要继续那个人设吗 你要是想继续的话 我就陪你 看着这样的太雄 嘉宾愣住了 看他一脸的认真也懂了 说好啊 结果就被太雄一把 搂住肩膀大跨步地进入校园 韩太雄完全不理会 身边的闲言碎语 心里坚定地告诉自己 我只要好好地保护他两年 之后从他的世界消失就好 只不过 不论你做什么 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 眼前这个短发美女有多冤枉 被人诬陷散播谣言 身边要好的朋友 也在那搭枪怀疑 如果不老实交代 那人就要把自己暗恋 评论区小哥哥的事说出来 吓得大惊失色 可自己的闺蜜还在一旁大声地喊 生怕别人没听到 连忙捂住他的嘴 羞怒地看着身边的同学 本还想坚持 可那人开口就要说出来 吓得连忙交代 那人就是韩太雄 联合度和一唱一鹤地 套出了散步金嘉宾谣言的真凶 太雄连忙打电话 汇报秘书小姐姐 谁知秘书小姐说 他们也知道是谁做的了 原来那人是嘉宾以前的朋友 而且嘉宾应该已经猜到是那人了 打电话说 希望在考试之前不要擅自行动 韩太雄正想着 嘉宾已经知道了 突然 喂 韩太雄 嘉宾突然出现 把韩太雄的魂都要下没了 连忙挂断电话 贵趴在地上大口喘息 嘉宾好奇怎么这么大反应 问跟谁打电话呢 太雄忙说是自己老妈 和妈妈聊什么呢 表情那么严肃探讨法律吗 太雄没好气地说关你什么事 还真是有够夸张的 说着嘉宾迈着小步伐就走了 留下韩太雄在那凌乱 好一会才爬起来 问嘉宾和校长聊完了吗 校长怎么说 嘉宾说校长问他 在考试前一个人 在空教室学习怎么样 听得韩太雄开心不已 被嘉宾怒斥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你就这么开心吗 太雄连忙酣笑着说不是的 这样就不会有别的同学 影响你学习了吗 谁知嘉宾说他回绝了 看着嘉宾太雄心想 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那他到底想怎么做呢 两人回教室 在门口愣住了 不知道是谁在嘉宾的课桌上 写满了字 中间两个大字 去使 气得韩太雄大喊 喂 你们 可同学都在嘲笑 嘉宾看在眼里 对太雄说你拿着书包先出去 太雄一愣 嘉宾笑着温柔地说 我让你先出去待一会儿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嚣张 一言不合就把同学赶出教室 接着拿起一个灭火器 对着教室里的同学 就是一顿呲呲 把同学喷得全身是粉 随后碰得把门关上 挽着男同学的手臂潇洒离去 这就是金嘉宾 韩太雄回头看着愤怒的同学们 担心怎么收场 嘉宾却毫不在乎地说 有什么关系 反正是他们先惹我的 接着直接打电话给校长 要求清空图书馆 自己要在图书馆单独学习 把韩太雄看呆了 下课后 太雄坐着数号的车回家 在车上告诉数号嘉宾 已经知道是谁在散布谣言了 数号也是惊讶不已 太雄好奇地问 要是被MK盯上的话 那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数号只是淡淡地说 可能他们家一辈子 都很难在国内立足吧 把太雄吓傻了 几天后考试结束 同学们都商量去哪里玩 太雄也找到嘉宾问考得怎么样 嘉宾直言出的题都是自己会的 太雄一阵夸奖 激动地冷不丁地拍了嘉宾一下 气得嘉宾顿觉他有病 不知道他开心个什么劲 太雄高兴地要请嘉宾吃东西 嘉宾犹豫一会说 香芋奶茶 最甜的 不过有事要先去找下老师 让太雄先去买 太雄想跟着 担心有人欺负嘉宾 嘉宾说已经放学了没事 那家店人多要排队呢 让太雄先去买好等自己 看着远去的太雄 嘉宾有一丝不忍 然后静止往回走 遇上金杜河来找韩太雄 面对杜河的询问冲而不稳 气得杜河想打他 杜河想了想也没和他计较 正想去找韩太雄 却突然停住 欲感到不对劲 只见嘉宾静止走向人群 来到一个短发女生身后 女生回头紧张地说 干什么呀 还不闪开 嘉宾看着他没说话 扬起手 只听啪的一声响 所有的同学都惊呆了 金嘉宾竟然直接给了那女生一巴掌 那人直接被打蒙了 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的金嘉宾 眼前的这个女人 简直是嚣张的一 当着众同学的面 直接就是一巴掌 给这位女同学 而被打的同学居然笑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 被打傻了吗 就在刚刚 嘉宾找到他 不由分说的就是一耳光 接着笑着说好久不见 朋友 这边正要下楼的数号 看着很多同学跑去看热闹 也跟着去了 发现杜河也在 杜河说那个就是散播摇连的人 金无礼刚刚先出手教训了 被打的女孩叫志书 身边的同学在关心有没有事 志书质问嘉宾做什么 找死吗 嘉宾却直接爆出志书的家里收了钱 现在却这样污蔑应该算违约吧 此话一出同学都问什么违约 志书还在辩解 说对嘉宾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这里的同学也没有一个在意你的 话没说完 又是啪的一巴掌过来 直接打愣了 志书气愤不已 可嘉宾接着又扬起手 狠狠的一巴掌打下 有的同学担心出事 想叫男同学去拦一下 嘉宾边打边骂志书 发网上都不会用个海外服务器吗 真是个蠢货 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还在用手机录像 嘴里却说着风凉话 志书被打得有点懵 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这时只有胖子站出来让嘉宾助手 志书气得发抖 恶狠狠的盯着金嘉宾 却又突然笑了起来 你没看到他们在拍你吗 传出去后 你还有你的家都会跟着你玩玩 你这个被孤立的白痴 嘉宾先是一愣 然后扑得笑出了声 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把所有人都整懵了 只见嘉宾笑着说随便拍 那帮记者都要靠安佩集团生存 还有你们的评论一样都会被和谐 这段时间你们有看过任何一条关于我的新闻吗 志书直接呆掉了 嘉宾接着对志书一顿嘲讽 气得志书全身发抖 扑得站起身来 他的一巴掌打在嘉宾脸上 这一下打得特别突然 在场所有的同学都愣住 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嚣张 打了人还要人跪下来道歉 一脸的不可一世 女同学本想下跪道歉 这时一男的说 够了 你这样做不就是为了保护他吗 就在刚刚 嘉宾出手打了志书 当着所有人 还有现场开直播的 警告志书你这样做 从今以后你的家人就算是露宿街头也不要怪我 这时的志书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低头呆力 身边的同学都一愤填膺 这时嘉宾看着志书冷冷地说 跪下 把志书听愣了 想活的话 就跪下来求我 金嘉宾漠视一切的脸庞 让志书气愤又害怕 同学们的直播被秘书和董事长看到 气得董事长大发雷霆 快把嘉宾带过来 马上 而韩太雄正买着奶茶悠哉地喝着 突然听到同学们在议论纷纷 却没当回事只是想嘉宾怎么还没来 这时秘书打电话通知太雄赶紧去找嘉宾 同时也听到同学在看着手机说金嘉宾的名字 一把抢过手机看了起来 看到后也是愣住了 这边 术浩看着嘉宾这样做也是很不解 同学们劝志书不要跪 胖子也出来阻止嘉宾 让嘉宾住手 谁知被志书怒斥让开 你个蠢货 接着直接一脚踢在胖子的脚上 疼得胖子哇哇大叫 看着嘉宾问 是不是跪下就可以了 只要跪下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对吧 嘉宾却说要好好地求 痛哭流涕的 跪地求饶的那种 气得志书全身发抖 可还是弯下了腰准备下跪 同学们都看愣了 就在这时术浩却说 够了 差不多可以了 嘉宾不想让术浩插手 术浩却说你故意这样做 不就是为了保护他吗 在安退出手之前 你先发制人 只要你先动手了 董事长就不能随便动他了 这话一出 志书惊呆了 同学也都议论起来 嘉宾还欲辩解 可一切早就被看穿 这样做可以打击到 董事长完美形象 又可以保护志书不被伤害 志书盲问嘉宾是不是真的 你是怕我出意外所以才 嘉宾却死撑着说不是 两人又争吵起来 志书抓着嘉宾的手追问 被嘉宾用力甩开呵斥 气得志书咬牙切齿 忽然啪的一声 志书居然又打了嘉宾一巴掌 让嘉宾快点说实话 嘉宾愣了一回 反手一巴掌回给志书 让他闭嘴 气得志书抓着嘉宾的头发 两人都相互抓着对方的头发 疯狂地撕扯起来 把所有人都看待了 现在变成了互殴了 有一些同学还在起哄 术浩也不知道怎么阻止 就在这时 太雄闪亮登场 都让开啊 把同学都吓到了 连嘉宾和志书也愣了 韩太雄狂奔而来 双眼发白 大声吼道 都给我让开 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多强悍 两个女同学在打架 他刷的冲过去 一把抓起一个 抱起来就飞奔 原本以为评论区的哥哥 已经天下无敌了 居然还有词等人 这是谁的部将 没错正是韩太雄 太雄抱起嘉宾 把嘉宾吓得花容失色 太雄也不管 口中啊啊的怒吼着冲出人群 把所有人都看傻了 带反应过来志书 才连忙追上去 然后胖子和渡河也都跟了上去 那些直播看热闹的同学 当然也不会放过 嘉宾在太雄怀里 急得哇哇大叫 再看韩太雄 双眼发白一路狂奔 嘉宾反应过来后 一把揪住太雄的耳朵 又是抓头发 想让太雄放下自己 太雄回头看去 同学们都跟了上来 嘴巴正被嘉宾抓闹着 回头头齿不清地叫胖子 和小黄毛拦住他们 杜河也是 胖子和小黄毛 当即开始阻拦后面的同学们 杜河先是犹豫 然后刷的回头 拿起拖板就开干 总算甩开众人 嘉宾这时一口咬住太雄的臂膀 疼得太雄连忙放下嘉宾 嘉宾怒斥太雄干什么 脸都丢尽了 韩太雄也反驳说 嘉宾为什么要耍自己 故意支开我 然后跑去闹事 嘉宾不好意思 只能说明明是一趟浑水 不想太雄插个进来 气得太雄垂胸顿足 那至少也要和我打上招呼啊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有多担心啊 然后生气一屁股坐下 嘉宾也自觉理亏 主动和太雄搭话 太雄没好气地问干什么 谁知嘉宾问我的奶茶呢 把太雄整无语了 但奶茶还是在的 插上吸管递给嘉宾 嘉宾安静地喝了起来 太雄问嘉宾好喝吗 这时的嘉宾乖巧地回答好喝 太雄还调侃 哎呦 你还知道好喝呢 看到嘉宾脸上的伤 太雄一阵心疼 撩开嘉宾的头发仔细看了看 问嘉宾现在解气了吗 嘉宾现在老实巴交地回答 嗯啊 太雄想让嘉宾图点要高 嘉宾却说不用 死不了 两人正聊得起劲 突然 喂 金甲方 只见智书气喘吁吁地也跟了过来 注意看 眼前的这个嚎啕大哭的女孩 正是刚和嘉宾打架的智书 打架都没哭 可现在却哭得撕心裂肺 这是怎么了 就在刚刚 智书找到嘉宾和韩太雄 嘉宾却不想再纠缠 叫太雄走 智书连忙追问嘉宾 到底是不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嘉宾不耐烦地叫太雄赶紧走 你 还把我当朋友 对吧 这话让嘉宾回头怒斥智书想太多了 可智书居然哭了起来 嘉宾也是诧异 这时其他同学也追到了这里 看到智书哭泣也是摸不着头脑 嘉宾却还是刀子嘴说了智书一通 骂他胆小鬼 智书却哭着说出了心里话 本爷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看着同学欺负嘉宾也想当个旁观者 可为什么你一直都这么堂堂正正的 为什么不表现出一点痛苦吗 还有为什么那个智障天天追着你到处跑 这话把太雄整个大无语 接着问数号又是什么人 哭着说自己不是因为家教的事情针对嘉宾的 太雄忍不住问到底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 智书哭着说是嘉宾先和他绝交的 我都说了我没有那么想 从来没有不把嘉宾当朋友 明明别好的却一瞬间都没了 原来智书很珍惜和嘉宾做朋友 会让自己觉得很幸运 每次别人说嘉宾坏话智书都会维护嘉宾 说着贪坐在地 嚎啕大哭地说 我是因为想和你做朋友 才想考国际学校的 才拼命咬牙学习的 你这个臭丫头 哭着问嘉宾为什么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把嘉宾也问愣了 傍晚放学 数号载着嘉宾回去 在车上嘉宾回想起智书大哭的样子 却被一旁的呼噜声拉回来 原来是太雄睡着了 数号说让他睡一会儿吧 他跑了那么久也累了 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事 这小子每次都是奋不顾身 你对他好点吧 也别太为难他了 嘉宾看着泰雄 脱下外衣给泰雄盖上 反驳说也不知道 前几天让他跑腿的人是谁 数号担心董事长那边会大发雷霆 想让嘉宾先去自己家里 这边家里 秘书和董事长正等着嘉宾回家 突然门开了 嘉宾回来了 看到嘉宾的样子 董事长的表情甚是恐怖 眼前的这个女孩有多可怜 回到家就被奶奶呵斥 奶奶快步向前 嘴里质问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抬起手就要打 却突然停住了 因为嘉宾哭了 扑通的跪在地上 忙说自己错了 一时没忍住 哭着说是他们太让人生气了 把董事长和秘书看愣了 奶奶却直接说 没必要忍 准备去留学吧 却把嘉宾吓到了 哭喊着不是说不会送我去留学的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会好好听话的 求您了 奶奶却冷冷地说 与其在这里丢人现眼 不如出国去留学 说着就吩咐秘书安排事宜 突然嘉宾扑通倒在地上 身体抽出大口喘息 秘书抱着嘉宾担心不已 让嘉宾慢慢吸气 董事长也愣了 嘉宾哭泣说着不要丢下我 奶奶 我要待在你身边 我会变得比任何人都优秀的 秘书惊恐地说 董事长 小姐似乎是惊恐障碍发作了 连忙叫了医生 医生说这段时间需要静养休息 还说以目前的状态乘坐飞机 可能会发生意外 董事长看着床上的嘉宾 秘书小姐提醒 要是勉强让嘉宾出国的话 说不定又会像上次一样 到时候如果飞机返航 也许事态会闹得更大 董事长无奈让秘书联系记者 两人走出房间 这时嘉宾睁开眼睛 面无表情 几天后董事长在记者面前一阵操作 瞬间把舆论扭转 在众人面前鞠躬道歉 直接让自己的支持率飙升 学校李泰雄正和数号聊着 问嘉宾什么时候才来学校上课 数号问是不是想他了 泰雄解释只是担心 这样下去学校会不会让他退学 心里却想 那样的话他就不需要我了 数号告诉泰雄不用担心 等风头过了就回来了 既然你那么好奇 怎么不打电话问一下嘉宾 泰雄尴尬的说没必要 反正会回来的 数号调笑你是不知道手机号吧 嘉宾应该没告诉你吧 哈哈 被看穿的泰雄只能否认才不是 数号却诱惑泰雄 想知道吗 要我告诉你吗 泰雄只能心虚的说 你要是这么想告诉我的话 也可以 谁知数号说好久没点过单了 今天饭后想吃甜点 还有 让泰雄直呼你又发什么疯 我不要还不行吗 不过嘴上说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泰雄拨通了嘉宾的电话 手里提着外卖 心想 接了之后该说什么好呢